大家好,今天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和中国安排拜登与新平将再次通话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曼谷会晤之后 白宫周六表示,美中双方正安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义新平的再次通话事宜 那一月26号到27号,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曼谷举行了横跨两日长达十余小时的会谈 两人是第八次会谈,也是台湾大选后美中最高层级别面对面的会谈 中国外部网站称,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军山会晤共识,妥善处理中美关系 重要敏感问题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富有成效的战略沟通 白宫的声明,美中双方承诺继续更多高层外交及战略层面进行更高水平的协证 包括透过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通话 白宫称,这次会议上按照拜登总统与国家主义习近平去年11月在加州举行峰会达成的共识 以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并负责任管理双边竞争关系的部分 会谈时,王毅对沙里文说台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稍晚的白宫简报中,白宫官员表示 沙里文在与王毅会晤时重申美国一中政策,反对片面改变台现状 不支持台独,期盼和平解决分歧 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在美国加州旧云山峰会 双方达成了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管理双边竞争 美国媒体分析,中国和美国在曼谷的会晤 为救鸿海航运问题取得突破 美国说在解决鸿海和朝鲜两个关键国际危机方面缺乏进展 凸显了拜登政府与北京外交接触的局限性 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周五和周六在探户曼谷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时提出了美国对鸿海遭受 持续不断袭击事件的担忧 并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阻止 正是新闻网站27号的报道 美中曼谷会谈结束时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愿意采取果弹措施 利用其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 来阻止全球供应链因红海危机面临的威胁 这些红海的袭击始于两个月前 促使美国和英国在最近几周 对胡塞武装阵地进行多次空袭 而由伊朗提供资金和装备的胡塞武装 正通过袭击红海上的船只 侧应在加沙与以色列作战的哈马斯 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周六 在有关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 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北京说他正在与伊朗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肯定会等待 然后再就我们认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效果 如何发表其一步的情论 这位美国官员还说 拜登政府已向北京提出 中国政府应该帮助平息一些攻击 但他们是否选择以这种方式 利用其影响力有待观察 根据外交部周六发布的会议纪要 沙利文和王毅会谈坦诚实质性富有成效 但没有具体提及红海航运危机 报道说中国不愿意利用其外交和经济实力 来支持美国解决红海的干扰 或缓和朝鲜挑选举措 凸显了拜登政府在过去八个月 对北京外交努力的局限性 针对在曼谷的会谈的美国之音 27号引入学者的分析 说北京不满台湾大选结果 势必要求美方结束台湾总统当人赖清德 但这恐怕不是华盛顿能接受的交易筹码 即使北京寻求和华盛顿达成涉台协议 拜登政府也不会奉陪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伊 他说苏利文和王毅的会谈 只在管理双面分析 并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然而在台问题上 中美分析依旧 即使北京寻求和华盛顿达成涉台的议题 拜登政府也不会奉陪 华盛顿智库东亚计划共同主任 他说美国不会在台湾和区域问题上 与中国进行交易 也不会对习近平去年年底 九云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AC峰会上所提出的停止对台军售 支持台湾和平统一 作出让步 不过他强调 赖清德的当选过程中 美国其实已经非常小心的进行了管控 这也是美国方面承认 他对台湾进行了管控 也就是干预了台湾的大选 我一直在讲美国一直有一只手在控制台湾 包括赖清德曾一度说出台湾总统走入白宫的言论 引发了美方的关切 更要求台湾进行澄清 新加坡国际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说中国和民进党政府没有沟通对话的空间 赖清德又标榜亲美 让中国自然只能透过美国出面约束赖清德 但这也凸显出美中双方任职差距 中国可能希望美方约束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新政府 不过美方未必想做这些事 也未必做得到 因为选举结果是台湾选民的意愿 从这个节目来看 美国希望中国来平衡伊朗 在中东救美国 中国希望美国来限制赖清德 但看到双方都是做不到 做不到就 沙利文在会议见网易时强调 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支持台独 并期望能够和平的解决两个问题 美国这个话其实还是安抚中国 但没有实施行动 但是美国现在实际上和中国之间 围绕着台湾问题 伊朗问题 双方实际上没有互信 那么最后双方实际上即使能够会面 但也只能管控分歧 不能形成合作 而中国现在实际上在和俄罗斯合作 这是美国最不喜欢看的 中俄在实际性合作 现在俄罗斯的内部文件 显示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叫欧亚数字货币 欧洲情报机构 现在已经获得了俄罗斯安理会内部文件 相关的一些细节 那这个欧亚数字货币 是绕过西方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那根据这个纪要呢 是2023年4月3日的材料 说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削弱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地位 在2022年和23年的储备货币 文件称 最终目标是摧毁二战后的全球金融体系 及其赋予华盛顿的权利 也就是消灭美元霸权 最重要任务之一呢 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这是俄罗斯和中国 那么另一份文件呢 是安理会主席帕杜鲁舍负 他的助手亲手撰写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从科里面林宫流传出的文件 里面提到 俄罗斯和中国将扩大在 人工智能网络系统 互联网领域的合作 北京和莫斯科将创建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是基于区块链 代替目前的美元体系 支付系统 欧亚数字货币 另外美国呢 现在也在拉拢印度 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 根据路透社的说法 印度已经拒绝了俄罗斯的武器供应 同时呢 试图维持和莫斯科的关系 倾向于印度从美国购买武器 过去20年呢 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了65%的武器购买 2022年有所下滑 但俄罗斯仍向印度提供了 现代直升机和战机 并进行联合生产 那么也说 俄罗斯现在和印度关系受到美国的影响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的结盟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这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 那现在这个欧亚大陆就出现一个新的 代替美元的非美元体系 叫非美元区 这个实际上就是欧亚大陆开始去美元化的开始 俄罗斯实际上是被动的 正进行去美元化 那么从俄罗斯开始 如果中国加入 中国配合俄罗斯 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非美元区 非美元体系 中国一方面加入美元体系 另一方面又加入了一个非美元体系 那么中国就成为这个平衡者 那么美国就必须依靠中国 也没有了中国的支持 美元 他将失去现在所有的霸权 你包括美国现在的议员 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伊伦也提到美国现在巨额债务的问题 所以中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也在考虑没有美元霸权 美元未来不再是国际主权最强大的一个货币的时候 中国会选择抛弃美元 那现在在中东问题上 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很难进行合作 中国有中国的利益 特别是现在实际上你可以看中东 现在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 美国其实也在什么 也在有自己的想法 并不一定美国真的希望中东地区能够恢复和平 中国当然也不上当 就你美国自己你在挑动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然后你让中国帮你熄火 中国在做一个无用功啊 而且我在这限制了伊朗 结果你在背后拱火 我在灭火 你在点火 那我中国又不傻 我怎么上你美国的当呢 中东问题本身就是美国制造的 然后美国说你过来救火 看似好像很伟大 让中国帮助他灭火 美国是在这点火 怎么可能是灭火呢 对中国也不傻 也不上美国当 台湾问题也是一样 我就一张武统牌放着 你有本事你就越界 我就武统台湾就完了 你给我个机会 那我谢谢你 你要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老老实实的 所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中国其实很简单 我就画一条红线 能合作就合作 不能合作 那么你越过红线 我就开战 非常简单 并不像美国那些所谓的智库 每天在研究的 中国在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能够有什么交易 我就是武统就完了 对吧 武统消灭台独 消灭这些 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解除后患 你说把他们活着留着 未来天天煽动 像他们港独 天天煽动 香港独立 那不好治理 一次性就消灭他就完了 我是武统派 我就支持消灭他们 你以除后患 你记住和平统一 看似不打仗 未来成本很大 天天给你闹 天天给你做 你看看台湾 把中国人 把中国人描成什么样子 把中国人悟成什么样子 就这帮人活着 我是不可能跟他们成为同胞的 你记住 就那帮台独分子 我跟他们成为一个国家 成为同胞是不可能的 肉体上消灭他们 武统派 那么你美国就做嘛 你既然你既然你这么支持台湾 你就跟台湾建交 你就支持台独 你做到最后 你又不敢跨越那红线 你就做嘛 反正我最后 进12海里 10海里 5海里 摩擦你嘛 摩擦台湾嘛 你看你美国也没有办法 那美国最后打台湾牌 打嘛 我反正武统做好准备 所以武统能保证中国 在台北上的主动 我一直在讲 为什么现在要坚持武统 你这么想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合同 那帮合同派 那帮老灯 天天他们喊合同的 你把那帮老灯的招 你放上来 你看看 中国非常被动 天天跟着台湾 喊和平 人家呢 人家就打鸡血似的 你喊和平 那我就独立 反而刺激美国 反而没有和平 你就天天喊武统 天天做好武统的准备 军事上积极做准备 反而他不敢动 他有一天他选择台湾独立 那我就武统应对 全世界看着他 责任不在中国 我怕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不是喊和统的时候 是喊武统的时候 我就是武统派 我在五年前 我做那个节目 在台外 台湾的街头 整个互联网上 第一个喊武统的 在台北街头 给你做武统节目 华人自媒体 没有 没有 中国大陆哪个媒体 到台湾 敢他们喊武统 给你做节目 就只有我 给你讲 怎么登岛 怎么作战 怎么收复台湾 那是中国人自己的岛 是我们的岛 不是你们的 记住了 法理上 那个岛属于中国 所以我说 中国人在台湾体上 应该有自信 跟美国谈什么 做好武统准备 就给他看就完了 有本事你就宣布独立 有本事咱们就是吧 战场上见 你把中国逼到这份上 那么我们就做好武统准备 不用跟他谈这些东西 什么马歇尔基金会 这些人不用谈 让他们自己费劲脑细胞 慢慢想 慢慢想 我就这一招 武统 我再和俄罗斯合作 去美元化 你美国慢慢想 可见想 怎么样分裂中国俄罗斯 你美国的存在 必然让中俄走在一起 这不是马歇尔基金会 这帮人他们能研究出来的 所以我说 昂鲁撒克逊 他永远不了解 欧亚大陆发生了什么 所谓的那些协会 所谓的那些马歇尔基金会 那些所谓的专家 他们费尽一生 他也不了解 欧亚大陆在发生什么 因为他们是昂鲁撒克逊 海盗 他怎么可能知道 大陆文明 他未来的发展 咱们可能知道 大陆文明 未来 在历史上的走向 他们永远是幻想着 我们要碎片化 欧亚大陆 我们要制约中国 制约俄罗斯 永远想的是 怎么联合俄罗斯 制约中国 联合中国 制约俄罗斯 他们从来不会想 欧亚大陆有一天 会进行合作 有一天会放下分歧 联合起来 保证欧亚大陆的和平 稳定 共同的发展 超越昂鲁撒克逊 重新的崛起 让那张美元废值 永远不可能收购 欧亚大陆 所以我说 我的世界观 就是欧亚大陆世界观 昂鲁撒克逊永远不会明白 那些受昂鲁撒克逊教育的人 包括一些中国人 中国大陆有一些人 就受昂鲁撒克逊教育 他脑子里只是 昂鲁撒克逊那些逻辑 那些世界观 和你我不一样 虽然说着中国话 吃着中餐 他们是昂鲁撒克逊 他们眼里这个世界跟你 我眼里世界是不同的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 存在的意义 跟你昂鲁撒克逊体系之外 看这个世界 一个真实的世界 昂鲁撒克逊话语权之外的世界 真正能和昂鲁撒克逊对抗的 只有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联合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那么现在实际上 中国和这次合作 中国和美国 现在这种对话也好 现在这种合作也好 最终都是欧亚大陆 对抗昂鲁撒克逊的一部分 中国不打算和美国开战的 但是中国也有底线 你美国 你昂鲁撒克逊 你面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崛起 你昂鲁撒克逊消耗全部国力 你也不可能维持整个欧亚大陆 你过去统治了霸权 因为你是在衰弱 你不是在变强 你美国是在逐渐的衰弱 中国在崛起 印度也在崛起 欧亚大陆其他国家 全部都在崛起 连沙特阿拉伯 人家都有个2035人家愿景 也在积极的发展 那说明什么 说明整个欧亚大陆都在崛起 仅凭你美国一国的实力 你就想平衡整个欧亚大陆 分裂碎片化整个大陆 你美国有那个实力吗 你美国只能是越来越 难以维持现在的霸权 这就是我告诉 马歇尔基金会这帮人 你们的逻辑 你想碎片化欧亚大陆 永远不可能得逞 你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而欧亚大陆合作 欧亚大陆的崛起 才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你没有这个世界观 你没有这个意识形态 欧亚大陆的世界观 那你永远不会理解 你们所做的一切只能是徒劳的 最终只能是带来失败 跟昂罗萨克勋一起 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成为人类边缘 所谓的历史的一页 就三五百年 不就是历史一页 再过几千年以后 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三五百年 这三五百年发生过这个事 一张纸就翻过去了 在你们眼里 在昂罗萨克逊眼里 我们就是伟大的宇宙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 看美国的科幻片 美国要统治人类 要很多年 你们只是历史的一页 这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 美国存不存在 未来都是 美国这个国家可能不存在了 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我有时候看昂罗萨克逊 很多人每天在幻想 他可能永远统治这个地球 什么NASA 要把美国的旗帜 插到月球上去 插到火星上去 但有没有想 有一天美国这个国家不存在了 对吧 苏联不就解体了吗 你美国呢 你看看现在 我觉得美国离解体也不远了 美国这个国家可能不存在 这是一定的 为了利益走到一起 同样也会有利益 大家分开 全世界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中国超过美国 欧亚大陆重新回到人类文明 这个时刻 昂罗萨克逊真正退出力数台 回到他该应有的位置 欧亚大陆真正的时代 又重新开始了 这才是宇宙 地球真正的文明的演化 你记住昂罗萨克逊 只是人类的一夜 一秒钟都不是 我说的很残酷 因为昂罗萨克逊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他一生 但你的一生 在人类历史场合里面 就是短短一秒钟都不到 转瞬即时 但昂罗萨克逊可能对你意义重大 对你可能是人类的 非常伟大的梦想 但是真正的欧亚大陆 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 昂罗萨克逊只是历史的一夜 短暂的一夜 一定会过去的 昂罗萨克逊不可能永远控制人类 控制地球 过去他做不到 未来他更做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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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